哈喽大家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因为我们的youtube有了问题 有了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 我的眼镜掉了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youtube 新的youtube 你看 因为我们的youtube有问题 所以我就一直哭 哭哭哭 所以我的眼睛肿了 这个是肿了 肿了 快来给我们点赞 点赞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我不是因为youtube哭 我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个节目 看了一个电视节目 嗯 电视节目 明白吗 然后呢 那个节目是 关于 一个男生和女生 他们以前 他们以前在一起是男朋友和女朋友 但是呢 后来他们分手了 分手了 分手了 我来这个 分手 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分手 这个是在一起 然后分手了 拜拜 这个是分手了 然后呢 嗯 他们来这个节目 他们说 啊 我为什么分手 啊 然后说 他们 分手以前的故事 然后说自己啊 我以前做的不对 是这个这样的节目 关于 失恋的 失恋就是你和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分手了 关于失恋的一个节目 嗯 然后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 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他们以前在一起五年 然后呢 他们分手了五年 所以五年加上五年 一共是十年 但是呢 他们分手了五年的时间 他们还 嗯 一直有联系 联系 嗯 比如说我打电话 我想联系一下我的朋友 还有我发信息去联系朋友 这个是联系 而且他们这个五年的时间 他们也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很喜欢 很喜欢 更喜欢的一个人 然后所以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我就很喜欢他们 我说啊 你们两个要在一起在一起 可是 我看了十集 十集 嗯 十集 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一起 我看的时候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 为什么一直哭呢 为什么我想他们在一起呢 因为那个男生 他看着那个女生 他的眼神 眼神里面都是有很多小星星 所以呢 很多观众 观众就是看这个节目的人 我就是观众 嗯 所以很多像我一样的观众 我们都说 哇快点在一起 在一起 但是 他们没有在一起 嗯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 虽然他们没有 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 但是呢 他们的心里觉得更舒服了 更舒服了 因为他们以前觉得自己很受伤 受伤 受伤就是 嗯 可能这个 如果我的女朋友 如果我的男朋友 他和我分手了 我觉得啊 你为什么和我分手 因为我不好吧 所以我会觉得心里很受伤 然后 然后 因为以前是那个女生和那个男生提出来 说我们分手吧 所以那个男生他觉得很受伤 嗯 但是那个男生他后来有一年的时间 他很 嗯 很伤心 所以呢 他的有 嗯 抑郁症 抑郁症 嗯 抑郁症就是 嗯 不好的一种病 就是你会 啊 经常 嗯 想 心情不好 那个抑郁症 嗯 但是那个男生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他走出 走出这个抑郁症 然后他后来 嗯 变得好一点点了 好一点点了 嗯 但是现在呢 那个女生 他 哦 说了太多了 嗯 所以但是后来他们没有在一起 啊 然后昨天我看这个节目 我看到了 四点 四点 凌晨四点 OK 凌晨四点 就是 零 四 零 嗯 然后我哭了很多 所以我的眼睛肿了 嗯 嗯 嗯 但是还是很甜 甜 甜 OK 所以这个叫咳 CP 咳 CP CP CP就是 CUPLE的意思 你们有没有咳 你们有没有咳的CP呢 虽然我咳的CP没有在一起 没关系 你们有没有咳的CP告诉我 好 让我开心一下 好的 今天是星期一了 因为我周末的时候 周六和周日我都 嗯 嗯 没有好好工作 我一直在看视频 今天星期一啦 加油 加油 那是星期一的早上 嗯 现在我要去吃饭啦 洗澡 还有打扫卫生 工作 告诉我你们咳什么CP 拜拜 点赞哦 点赞 评论 订阅 我们会做更多更多更多的视频 ok ok